喜羊羊与灰太郎应该是很多人的童年 主题曲也是耳熟能详 灰太郎总是想着抓羊 他搞出一大堆的发明 自信满满地去羊村 可是小羊们却很聪明 尤其是喜羊羊 他不经常地帅 智商还很高 很多时候羊村危机都是他化解的 还有村长这个发明家在 小羊们也配合默契 灰太郎反而被整惨 其实他还是很有才华的 搞出了很多的发明 有一话是曼羊羊村长生病 找了包包大人当代课老师 可信件却意外被灰太郎给看到 灰太郎诡计多端 为了抓羊 他竟然设计了包包大人 然后由自己顶替 却因为小羊不喜欢代课老师 灰太郎愣是经历了重重的考验 遭受了很多罪 好在他足够坚强 全部困难都克服了 虽然小羊们也很不愿意 但也是没办法 只能让灰太郎进去 一进羊村 灰太郎就开始抓羊 这才是他的最终目的 灰太郎确实很聪明 否则他也无法通过考验 更不能想到那么多的办法 进入羊村了 就是运气不太好 包包大人赶来羊村 刚好看到抓羊的灰太郎 直接把他给赶跑了 其实灰太郎还有很多聪明的时候 如果不是为了抓羊 灰太郎肯定会是个伟大的发明家 没准与曼羊羊还会成为好朋友 因为他们两位都研究过不少东西 也确实很实用 灰太郎的智慧不可否认 还很疼爱媳妇 把媳妇红太郎都宠成了宝 曾是狼王 只要他想发明的东西 基本上就难不倒他 红太郎头戴皇冠 自己却戴一丁补丁帽子 看起来好像很寒酸的样子 虽然脸上有一道道巴 更多是搞笑与可爱 每次被喜羊羊 他们恶整 灰太郎还是会选择继续 抓羊行动一直坚持 屡战屡败的精神 确实也挺让人佩服的 其实灰太郎还是善狼的 否则小灰灰也不可能那么可爱 还特别喜欢跟小羊们玩 希望狼羊能做朋友 你喜欢灰太郎吗 好了 以上就是这期的内容 喜欢的小伙伴 就点个爱心鼓励一下吧 想看更多精彩视频 关注小一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谢谢大家